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室内体育馆和主场馆分别年底去到明年年初有第一场测试赛 测试赛下午4点半开始 开赛前大约1小时已经陆续有市民来到 需要先经过安检有5条通道 平均需时大约2至3分钟完成 玻璃、罐装和瓶装饮品 长遮超过35厘米自拍棍 极光笔等都不可以带入场 场地首室同时列明要遵守港区国安法、国歌法等法律 问题都是单边看台 你都不会预期预测的气氛 看下旁边大场有什么比赛 希望会好些 入场了青年体育场可以容纳5000名观众 今次测试赛举行的月祖足球赛西贡对黄大仙 只是安排1500名观众入场 不设画位 部分人说是学校、区议员派飞 也有是体育员员工家属 草场外围的跑道仍然未滑线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也是座上客 环境很新净 设备很新净 现在10元是5分那是10元 入场很顺利 唯一不满意就是走楼梯 老人家一些要坐升降 今次测试也包括事业的小食部 暂时可以买到薯片、松饼等 成为10元至40元不等 水就20元一支 汽水一律28元 也有罐装啤酒 是比外面贵一点的 28元的橙汁 其实是合理的 厂内里面 洗手间的设施 指示未那么明显 看得青年运动场 下个月16号也会举办篮球赛 当局站定会有3000人入场 测试赛近刚刚6点半热速 观众离场 随时大约10分钟 大部分步行去港铁送黄台站 秩序良好 有港铁职员说 有加班车疏度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 各方面都畅信 沿途提供超过300个指示牌 下一次的测试目标 首先回答你 主要是我们要卖票 今天这次未有卖票 人数也多了 今天我们也向所有 进场的观众 发文卷做调查 听他们真实 他们真亲身的意见 他说未来会继续有20场测试赛 包括5万人的演练 其中室内体育馆和主场馆 分别12月和明年1月初 会有第一场测试赛 这次参加测试赛的市民主要搭港铁 其他公共交通最初的指示牌相对不算多 政府强调当有大型活动的时候 都是呼吁市民尽量搭大型公共交通工具 其他体育园圆区和港铁送往台站比较近 站内因应测试赛 摆放多个大型二拉架 指示整天去到D出口 站外亦都有指示去体育园的方向 我们实测过路程 步行不用四分钟就可以去到场馆 除了地铁站的圆线有些signage之外 刚才我们坐地铁途中 其实车厂里面也有些广播 所以都清晰的 在哪个站落都 我们天气走过来就会辛苦些 但都不是比想象中近的 如果不想太用势 亦都可以在启德站下车 经过启德车站广场 一条大直路步行大概10分钟就可以去到园区 如果选择搭的士 就要在小运道下车 经过港铁站外面去到场馆 步行大概500米 市民亦都可以选择搭巴士去 最接近的是太子道东一带的巴士站 穿过宋皇台公园 在小运道的行人路 会见到指示和电子显示屏 当局在下午开始 在港铁站出口附近 挂起往巴士站方向的指示牌 方便市民散场的时候选择 我们亦都尝试由园区走回去巴士站 步行大概7分钟就会到达 至于前往生界或九龙东 就需要经过行人隧道 去到对面的亚加鲁街球场踏车 当局早前就说 当体育园正式开放举办大型活动的时候 巴士公司亦都会开办特别的路线 以应付额外的交通需求 其得体育园亦都设有公众停车场 但是这场赛事就暂未开放使用 母市电视记者吴子乔报导 被问到当人数增加 港铁站外的交通安排 是不是都要加强的时候 政府强调当有大型活动的时候 都是呼吁市民尽量搭大型公共交通工具 交通方面其实在设计里面 我们希望大部分的市民都会利用港铁 作为一个主要的集体运输系统去疏散 但是当随着我们测试的人数 或者场馆的人数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们都会安排 譬如有些巴士的服务等等 或者特别的巴士服务等等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说 将会巡两大方向提升货柜码头竞争力 包括最快下个月公布绿色原油行动纲领 而航空运力恢复到疫情前的八成 将会继续开拓新航点 本港货柜码头吞吞量 在去年第一次跌出全球十大 运输及马楼局局长林世雄说 轮近例如是盐田、蓝沙等等的港口 带来一定挑战 不过强调本港港口仍然具有高效率 就施政报告提出那间海运港口局 成为海运港口发展局 林世雄说最快明年上半年会成立 我们觉得如果我们能够给一个非官方人士 他去做主席 他可能会比较贴近市场 那些市场的智慧 我觉得也是一个好的尝试 第二点就是我们都会加加一些资源 无论是研究资源 或者是一些我们推广活动资源 他说会在港口提供绿色燃油加注设施 最快在下个月公布行动光领 又会提升港口智能化、强化供应链系统 争取广东和广西的货源 在航空方面 林世雄说随着三跑道系统 在年底正式落成 他说当局会积极开拓更多的航点 看一看我们的航空协定 看有没有一些樽颈位 例如他可能限定了一个星期几班 有没有一些空间 我们是再调升 我们亦跟一些没有这些运行 我们亦都会开始谈 我们的重点是在一带一路 还有东南鸭、阿尔人的国家 我们无论是补充一些拆航送绑的措施 或者我们未有这个盲目协定 我们都会跟他们谈 他说自9月底 航班的数量已经回到疫情前的八成 飞机升降量就达到九成 无线电视记者仁家谦彦 日本众议院选举正在点票 日本放送协会报道 执政联盟只得214席 在野党就有247席 执政党已值五过班苏城定局 领导自民党的首相石破茂说形势严峻 日本首相石破茂在自民党总部 在候选人的名单上为当选人贴上红花 不过自民党近年深陷政治献金丑闻 并支持到受挫 共同社报道 石破茂晚上参加电视台节目的时候 说形势极其严峻 又说在政治和金钱问题上 完全没有得到选民理解是最大原因 对于若果执政党议席不过半 是否可能向部分在野党合作 他说最优先考虑的是 就什么政策能够攜手合作 选举期间主要议题 围绕政治改革和应对高物价等 各党在投票日发声明 自民党表示主张日本复兴 呼吁保护日本为下一代创建能微笑生活的社会 他的盟友公民党就说 和自民党组成的执政联盟 是为了振兴经济和解决国家安全等问题 至于最大的在野立宪民主党就强调 政府更跌就是最大的政治改革 无线电视记者张伟聪报道 距离美国大选只有大约一个星期 民主共和两党总统候选人何锦丽和特朗普 分别出席在密歇根州的竞选活动 最新闻调显示 两个人的支持度相近 何锦丽稍微领线 美国前第一夫人米歇 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何锦丽站台 两人共同出席在密歇根州拉玛祖 举行的竞选大会 米歇尔就堕胎权益发表演说 又呼远男性选民投票给何锦丽 他能够取行动 这些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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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锦丽随后演讲的时候 继续攻击特朗普的禁止胎政策 指责对方无办法为女性提供足够保障 特朗普同日在密歇根州 纳维出席造势大会 他批评何锦丽的移民政策 以及早前邀请乐坛天头 有Beyonce拉票的做法 又说何锦丽会摧毁美国 重新如果自己当选会令国家强大起来 密歇根州是大选的关键摇摆州之一 根据美国民调网站的数据 两人在密歇根州的支持度相差不大 何锦丽以47.6%的支持度 省微领先特朗普的47.1% 在全国方面 路透社文调显示 何锦丽有46%的支持率 以微弱优势领先特朗普的43% 无线电视记者莫子彤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为推地的步伐缓慢 这个财政年度至今 潜在私楼供应量仍然不及全年目标的一半 发展局局长林汉豪在本台节目 讲清讲错话 暂时仍然难确定最终是否一定不达标 要认同三份私证报告的房屋措施能够提振楼市 可能影响第四季的推地部分 如果有了提振作用 可能我们推地那里 我又可以涌化一点 又推翻多一点 或者某些地方的地点 我亦都可以推多一点出来 除了政府推地 亦都有现在发展商自己手上的地 他迈不来做地契修订 所以如果未来几个月 假设那里是活跃的话 就算我们不是推很多地出来 亦都可能令我们达标都未顶 北部都汇区是未来主要的土地来源之一 面对政府的财政麻麻 当局将会事行推三幅 分别10至20公斤的片区 招标给发展商开发 即是要同时负责埋起基建 再在地价里扣除 令汉豪说 不会要求同时建公营房屋 招标的时候 我们应该都已经收了片区的土地 或者在折标的时候已经收完 撇除了新田科技成是第一个 收地还未开始 但是至于是粉领北还是洪水桥 我想两个都有一个可能性 我们亦都不排除 我们争取做一个 甚至如果顺利的 两个我都明连招都可以 现在的写字楼空置率高 那片区里面的私楼比例 会不会比较高 以吸引发展商下水 我又不一定这样说 比如说我有私人住宅用地给你开发 但产业用地 其实你做完土地平整 你交给政府就可以了 整盘数据又不同 分批给地价又行不行 这个我想我们是其中一个 未来的市场影响调查 我们会问的 不过他说基于片区的面积大 会思考未必借定一个员工日子 而是分期员工 而现行都有罚款等等的机制 确保发展商按时员工 母亲电视记者陈家印报导 施政报告的房屋措施 刺激近期的楼市成交增加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相信 不会令到楼价急升 又预告即将公布的 第三季经济数据不会太好 政府早前放宽住宅物业的 按揭乘数一律去到七成 又容许投资移民购买豪宅 上个周末的一手新盘销售量 升到近500伙 见超过半年最多 被问到会不会推高楼价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 土地供应未来比较充裕 可以因应市场及时调支 我记得当年楼市升的时候 外来资金占物业成交比例 25%至30% 那时很夸张 现在一半都没有 现在这两个月的楼市 你见到量上升了 其实价格平平稳稳 又见不到价格大幅上升 盘活楼市 其实对整个社会 对我们的经济都重要 最新公布的一手私楼潜在供应 有10万零8千伙 当中2万1千伙是现楼货尾 陈茂波认为按现时的市况要消化不难 对于全国政协副主席 前特首梁振英担心 土地房屋供应持续 会有负资产问题 陈茂波这样回应 看回来 2008至2012那段时间 甚至再推前 由2003至2014年开始 连续好几年 不单止没卖地 还停止做地 后遗症很大 所以就要持续做地 在经济方面 他预告星期四公布的数据会一般 但是长远会有好转 第三季公布的数字 大家都明白 公布的数字都是倒后镜看的 所以数字一般 我们现在外出吃饭 买东西 看市面 都发觉黄很多 有些人打过个比喻 香港是一个细全开放的经济体 经济好像单料同胞 很快就热 很快就冷 所以中间的波幅很大 我们更加重要 就是如何顾本培养 陈茂波将会率领 超过110人的金融及创科界代表团 到沙特的利瓦德访问四天 超过一半是创科企业 他期望开拓新的资金来源和创科合作 无线电视记者梁永祥报道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即将出访沙特阿拉伯 出席未来投资倡议大会 期间两只港股ETF会在沙特挂牌 吸纳当地资金买港股 中蔡奇在沙特阿拉伯报道 第八届未来投资倡议大会 又拥有72000亿港元资产的沙特公共投资基金主办 未来星期二开始一连三日在利瓦德举行 今年的主题是投资现在塑造未来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第二年出席大会并致辞 将会介绍全球南方发展机遇 和新私囚之路下香港的角色 陈茂波出访期间 两只最终香港股票指数 俗称ETF的交易所买卖基金 将会在沙特证券交易所上市 急纳当地资金买港股 其中一只规模达到100亿港元 有学者预料港股ETF会受到沙特商界和散户欢迎 相信不同产品会陆续有来 沙特当然他们本身是有钱的 黄色也有钱 但是本身自己的金融市场 就不是说很发达 也不是说很多产品 如果我们有些产品在他们掛卖 沙特的人民也可以有个投资的机遇 我们本身是可以做到很多不同的产品 之后都有不同的组合 可能是一些和制造业掛勾 或者一些和其他服务业掛勾 他说地缘政治紧张 香港需要寻求西方国家以外的新市场 而沙特正打造2030年远景 积极发展石油以外的产业 建议香港发展伊斯兰金融市场 放宽部分规则 吸纳沙特以至中东地区的资金 一些家族或者皇室 他们未必想透露这么多私人的信息 那会不会我们也在股票上有个版 例如伊斯兰金融版或者中东版 那可以放宽一些条例 就是会不会在股东权益披露 你可以一边要合法 另外一边也未必需要那么严谨 今次随同陈茂波出访的 还有百多人的代表团 包括本港金融、金融监管和创科等的业界代表 他们将会在沙特和各界黑谈商机 并且签署多份合作备忙碌 母线电视机就是钟卓希 在沙特阿拉伯利亚德报道 大家好,我是夏智欣 警方将会在万圣节期间 在中环兰桂坊实施人流管制 和第一次应用人流估算系统 加强人群管理能力 万圣节前的星期日 中环兰桂坊有不少人扮鬼扮马 有准备拯救世界的小超人 就连阿森一组The Simpsons到来抽热闹 警方预计星期四万圣节前夕 有大约二万五千人在兰桂坊慶祝 和去年差不多 当日按寿两点钟起 中环一带会分阶段风路 范围涵丸桂坊、德纪立街、威灵顿街、史丹利街等等 警方在兰桂坊一带 安装大约50组闭路电视 提供多角度实时影像 影像会即时传送到附近的警区行动指挥中心 也是首次应用人流估算系统 协助掌握现场最新人流情况 人流估算系统方面 我们现时主要是可以知道一个人群的密度 我们主要是利用一个影像分析的技术 去告诉我们现在大概这条街里的饱和度 会去到多少 需要何时提早进行人群管制的措施 亦都有公共广播系统 可以即时向现场人士发布讯息和作紧急呼吁 警方特别提醒市民在打扮的时候 千万不要携带任何仿制枪械、利器等等的违法物品 《无线电视》记者陈尚轩报道 理发局举办的美酒佳牛巡礼结束 5日一共吸引大约15万5千人次入场 比去年升大约一成 有参展商说生意比预期好 部分原因是因为烈酒税下调了 美酒佳牛巡礼来到最一天 越夜越精彩 哗鬼都来捧场 我们已经买了一支 之后会再去买一箱 因为它一箱会便宜些 有折扣 反而觉得再一天来 反而是可能多人些 气氛会更热闹 有市民不喝酒 也来感受气氛 其实我们往年都没有来过 我们也是第一个前历 所以我们都没有一个比较 但是我觉得进来 气氛是挺热闹的 而且也挺多人 现场也有不同打扮的工作人员 和市民玩游戏 赢了就可以获得两张品味券 获得由女法局送出的 红猫小礼物 巡礼在中环海滨活动空间举行 展期由以往四日增加到五日 有酒商说成绩比去年参展多三成 今次大家都捨得消费 我们最贵的酒都摆得七七八百 我们最贵的酒是过千元 人均消费都是在四百元至六百元之间 比上年多了 是好很多 施政报告提出下调列酒税 有酒商将原价超过一千五百元的 苏格兰威士忌 减价大约一成半至两成出售 留意到多些客人 是对威士忌有多一点的兴趣 这几天都特别多 没有喝开威士忌的新客人 想了解多些 巡礼今年设有超过三百个摊位 亦都加强中国展区摊位数目 较去年增加一倍之外 亦都引入了更多不同产酒区的酒 母战士记者邓杰云德 旅游业议会和非牟利组织合作 推出旅游服务体验计划 给年轻人到旅行社实习 期望吸纳他们入行 修读社会工作的博士生西文 8月参加旅议会的体验计划 在旅行社体验20日 亦都有份设计旅客部团参与的 尼博尔行成 他说这个计划 改变了他对旅游界的看法 想不到原来真的要找一个旅行团 的时候要想很多不同的细心位 例如可能我们去到极多景点 大型的旅游班去不去到呢 还有我们去自家路線的时候 你不能走回头路 我作为客人的时候 没想过 旅游会计划8月开始为期大约3个月 招募大约30人 主要是大学毕业 或正修读学士或以上课程的年轻人 根据旅监局数字 截至9月底 次派到游人数有5270亿人 令到有11482人 比去年同期都减少了 有旅行社说 现在业界人手不足 要吸生血很困难 以前每一年 毕业之后 我们都可以收到 二三十个新的同事 现在就没有说一毕业就会收到多少国 现在我们持续不停是请人 因为在新冠几年旅游业是非常之凄惨 他们不知道回复是怎样 亦是一个错觉 有些可能年轻人觉得 就是以后都不应该 还有这个领队 那些客人都全部转去自由行 他说即使多了自由行旅客 但仍然有不少长者 年轻人暴雷行团 近年亲子游也有涌等 而施政报告提及 托展特色旅游产品 应认本地游多年的Michael认为 应该增加人手支援 有多些人手上的support 或者多些一些行上的program 去令到多些新血入行 或者新的idea进来的话 其实都会冲击着一个旅游业 也都会令到这个旅游业慢慢去改变 其实这件事对于行业来说 只会是好的 计划的参加者 亦都可以获香港旅游业议会 和旅游业界支持 免费参与领队导游培训课程 获资助考取相关执照 无线电视机车邓杰迎报告 使用新能源汽车是全球趋势 希腊亦都开始转用电动巴士 不过气候和地势增加了应用难度 由中国企业输出国产电动巴士到希腊 并派源到当地协助解决技术问题 吴嘉軒到雅典了解过 希腊人日常出行大多数都是搭巴士 不过不少都已经很残疚 而且没有冷气 乘客都只可以顶硬上 除了搭车体验 柴油巴士排放废气污染环境 亦都追不上时奈的需求 希腊政府近年大力推动新能源汽车发展 不过要找到合适的电动巴士 并不容易 因为跟香港的情况差不多 巴士要上下坡 而且在客量大 对电池有一定要求 希腊政府在去年10月 和中国一间电动车公司 签订采购合约 买了250部电动巴士 现在陆续投入服务 这批电动巴士虽然样貌平平 不过其实内有乾坤 还有多层耐火材料结构的设计 这些方面便于车辆在不同的使用环境 能够保证车辆的安全 与此同时车辆配备了高效强势的空调系统 来去符合希腊夏季的高温环境气候 希腊的巴士平均车龄大到20年 在欧洲各国国家中最长 而这些电动巴士在出厂之前 会经过极端温度和防水测试 可保可以长时间运作 除了输出电动巴士 电动车公司也输出人才 拍完去到希腊培训当地的员工 我们会提供更多先进的技术 包括充电技术设备 包括智能管理系统等等 然后我们也会进一步完善 我们当地的服务网络规划 来需为客户提供更加及时 快速的服务指示响应 加华中维继续和欧洲不同国家合商 出销更多的国省电动巴士去到海外 无线电视机者 袁佳卿在希腊亚点报道 第136届广交会第二期结束 星期四将会举行第三期 广交会第二期以品质家居为主题 集中展示家庭用品、礼品及装饰品 建材及家具三大类 参展的企业超过一万间 比上届新增220间 包括来自33个国家和地区 一共267间外企参展 有参展台商 希望在广交会中争取更多合作伙伴 找不同国家的品牌代理 被誉为中国第一展的广交会 由1957年举办到现在 见证中国外贸的发展 第三期将会在今个月31日到下个月4日举行 马来西亚据报有公司老板借持招待超过30个员工去到泰国旅游 其实是和非法集团设局 将员工买猪仔去到缅甸园区 诈骗集团要受害人家属 给赎金才肯放人 《中国报》报道 马来西亚吉隆坡有非法网络赌博公司老板 已高薪招聘本地人 两年多前趁新冠疫情结束之后 声称要慰勞员工 大手笔组织一场公司旅游 请员工到泰国玩 有超过30名员工拥约参与 结果大部分人都一去不返 报道说那间公司老板和诈骗集团合作设局 全部员工抵捕之后被卖到缅甸的诈骗园区 其中一名被骗员工当时只有17岁 人蛇集团之后要求他的妈妈陈女士 缴付罚款才可以放人 陈女士给了折合约45,000港元之后 儿子日前被释放 他说儿子释放之后 搭了8个小时车程到曼谷 准备到泰国移民局求助 陈女士又说 他曾劝儿子不要参加公司旅行 担心会被卖猪仔 但儿子坚信不在骗局 认为有朋友一同参加 后来儿子去旅行期间突然失联 过了一段时间才收到他的信息 知道他被骗了去缅甸 又说事发的时候 儿子未成年 在诈骗园区被迫签处一年合同 但期满之后被迫再签处 无线电视记者雷晓说报导 中东局势紧张之際 以色列特拉维夫有货车撞向巴士站 据报最少40人受伤 货车司机被警方击毙 警方列作恐袭处理 撞向巴士站的货车车头严重损毁 事后有大批警员到场 部分上去货车调查 消防员也到场协助 事发当地早上 以色列救援部门说 一部货车撞向特拉维夫 北部一个巴士站 帮个行人卷下车底 救援人员到场把伤者送院救治 据报货车司机被警方击毙 警方说司机是一个以色列公民 显然是阿拉伯裔 暂时未知动机 当局会巡恐袭方向调查 据报道 巴勒斯坦人多年来 曾经在以色列发动几十次 以汽车冲撞的袭击 而今次事发现场附近 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总部 以及一个军事基地 今次事件正值中东局势升温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沃 星期六清晨以战机重创 伊朗境内军事设施 完成了既定目标 而伊朗就指以色列打击力度有限 最高领袖哈梅奈伊 说伊朗官员一定要向以色列展示实力 无线电视记者张维冲不道